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是 RAG就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对,那大家现在就是蛮长 就是直接叫它这样RAG 对,但实际上 我们今天会讲的是 Retrieval Augmented的Length Model 所以实际上最后面 不一定要做Generation 只要它是Length Model 做一些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也算是 一个Retrieval Augmented的一个范畴 对,所以 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叫它 RALM 对,那 比较常听到的应该就是RAG 就是RAG 所以这边的这个title 我们就用RAG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呢,就是 我用我们的那个 台湾Logering Model 然后我们就问它 比如说你问它一个 Knowledge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大家常常 其实现在大家很常用 Logering Model来当成一个 就是搜寻Google搜寻情来用 对,虽然实际上它的功能 其实跟搜寻情是不太相似 但是有的时候你有一些问题 你可能就会想要用 预言模型来做 那当然它也是能够在某些 范围上面可以做到还不错的 Knowledge Access 那Julie来说我就问她说 你知道蔡英文吗 好,然后她就回应 当然知道 blahblahblah 好,那你稍微看一下 会发现 诶,她的内容好像还不错 就是看起来感觉是蛮正确的 就她记得很熟 对,那当然是因为 我们问的这个人物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嘛 所以这个资讯 其实在training data里面 应该出现了非常的频繁 所以当然就是有点像是 你在读书的时候 如果有一段内容 它不断一直不断的出现 你当然会把这些内容 就是记得非常的熟 所以当有人问了 跟这个内容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也可以正确的回答出来 好 但是如果问她 你知道台大成运农吗 对,然后呢 她就会说 哦,我知道 然后她就说 她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多 hallucination就出现了 像是 她说我Stanford毕业的 然后非常擅长半导体 blahblahblah 对,就幻想了非常多的内容 当然有一些些内容 可能看起来是 还算 就是没有到错的那么离谱 对,但是有很多就是很显然 就是错的非常的离谱 对,所以 诶,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想象 在大量的 pre-training的data里面 应该也会有 包含我的内容吧 对,虽然 虽然说 我们不确定 它是不是一定有被包含进去 但是我们应该可以assume 如果这些资料呢 其实是从 比较多 比如说新闻 新闻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著名的一些网站上面 爬下来的 其实她应该是有办法知道 就是她在读的时候 其实是有读过的 但是为什么她 没办法 回答的正确 原因就是因为 这种资讯啊 就是 陈韵农 相较于 蔡英文 是一个 在 dertribution里面 是一个long-tail的information 什么叫做long-tail呢 你可以知道 大部分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民 当成是 一个turn好了 那如果我们把 它这个人民出现的frequency 画成一个historgram 然后把它dertribution 画出来 你会发现 前面就是会有很多 就是frequency 非常非常高的 累积在前面 但是 其实有非常大量 都是frequency 非常低的 然后非常非常长 所以这叫做long-tail 那这种long-tail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 在训练资料里面 有一些资讯 其实它是有出现的 可是它出现的frequency 没有那么高 所以对模型来讲 它就 很难把这些东西 记得很熟 其实也很合理嘛 你想想看 如果你自己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些资讯 是出现非常非常频繁 你当然考到这些题目的时候 你就是绝对可以解出来 但如果有些资讯就是 你读了那么多书里面 它可能就是 一小个部分有提到 那如果它考到这个部分 你就会觉得 它考了一个 稍微比较偏门的一个知识 虽然里面其实曾经 是出现过的 可是你就是 记不太清楚 对 这种状况其实很 很正常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 发生的话 那如果我们想要在语言模型里面 assess一下knowledge 那这个knowledge本身 又是比较long-tail的 这个information 那基本上是不是就 没有办法正确回答了 就会产生这种 非常糟糕的回答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像今天的主题就是 要透过retrieval 来协助 这一个generation 所以同样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web search的 这个button打开 打开的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让它 先在网络上查找 就有点像是 虽然你在读书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 只出现过一点点 你实在是记不清楚 但是如果我让你可以open book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查询 真的有出现 现在问到这个问题的内容 所以呢 当他做了web search之后呢 他就可以找到说 哦 原来不是电机系啊 是资讯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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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看着这些 搜寻到的资讯以后 就会觉得 诶 他可以回答的更加的正确 相较于前面的那一个 没有让他做retrieval 你会发现 内容基本上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边的内容 其实都是非常正确的 那他底下呢 也有放上他引用的这些文章 也就是他经过搜寻后 然后他是参考这些文章 来去撰解这样子的内容的 这个回答 对 所以有点像是 他也告诉你说 他是出自于哪里 那你未来呢 要去确认 这边的资讯 到底正不正确 你还有一个 比较有来源 可以做fact check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种 retrieval的机制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knowledge 光领到这一个web的 这个document上面 那他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 原本语言模型 他可能记不太清楚 所以不小心就hollucinate 的问题 所以是可以有效的下降 hollucination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outdated knowledge 比如说我问他说 台湾协认的总统是谁 然后他就会回答 我是蔡英文女士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今年还没有选举嘛 所以当时的 我们用到的资料 所有的总统其实都显示 是蔡英文 所以对于模型来讲 他就觉得 他读的书里面就是告诉他 总统就是 这位 所以你现在问的时候 他内心也就觉得 现任总统是这位 他没有一个时间推移的概念 所以这种状况 其实也是非常常见 但是 L&A的knowledge 其实非常容易就outdated 因为他就是训练的那个moment 他用的这个资讯 是当下的 比如说隔天 某一个公司的股价变动了 他其实就没有办法知道 然后你在模型在训练完之后 其实也会觉得 有点难update 他里面的knowledge 那当然有一个 蛮有名的一个研究的范围 叫范畴 叫做knowledge editing 那他的概念是希望能够透过 已经训练好的lm 然后里面的这些knowledge 我希望能够换掉 比如说 原本的总统是A 我想要换成B 那能不能够透过一些机制 然后把这个已经训练好的model里面的knowledge 可以更新 那这边也是一个 就是正在很多人在研究的领域 那并不是说 只要透过knowledge editing 就是这些更新的资讯 就在语言模型上面就没问题了 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多的 就是challenge 那今天我们不会特别提到knowledge editing 就我们还是以用retrieval的方式来improve 这一个lm的response为主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讲过这个webgpt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webgpt它是openai在chatgpt出来之前 就是有published的一个report 那这个webgpt它的概念呢 其实就跟reg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呢这些问题呢 都是一些knowledge intensive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一定是需要查找一些资讯 才有办法回答 就像是之前应该还记得 就是它问说 哈利波特跟魔剑哪一个字数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知道 他们两个就是小说各自有多少字的话 其实你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那当时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其实就是用了搜寻引擎 那它去记录了 人类使用搜寻情的所有行为 比如说它看到了这个问题 魔剑跟哈利波特哪一个字数比较多 那人类呢它就会产生一个query 然后去搜寻 那比如说它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 有人问它说openICO的最新动向 那它可能就说 好那它要去搜寻 它就type一些keyword 然后就type openICO latest news这样 所以它的动作呢是search 然后type了这些keyword进去 那这些所有的行为呢都被它的系统记录下来 接着呢它看到了这些搜寻回来的结果 然后它就会点进去看嘛 就跟人类一样 它就有点进去看 比如说它点了这个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的点进去的这个行为记录下来 就click了one 那把这些行为记录下来 当时在webGPT的时候 它就是用supervisor方式来训练模型 模仿这个人类的行为 就是看到一个问题了 接着呢它就要模仿人类 去做搜寻 然后搜寻它就要type这些搜寻的query 接着呢搜寻回来之后呢 人类就会点选某一个 那它一样用supervisor方式去学习 看到这些回传过来的website 人类会点选的这个行为 那所有的这些行为 它都用supervisor方式训练 那它就可以从一开始的问题 然后经过websearch 然后点选相关的这个website 得到一个passage 然后根据这个passage来进行回答 所以这是就是那个Microsoft的newbin的那个example 我们问这样子的问题 它就会search这个query 接着呢它就会点选里面相关的 比如说它点选了这两篇文章 它就觉得这两篇文章相关 然后就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内容 来进行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然后它就回答 直接有这三篇文章 引用这三篇文章 然后它对于你现在这个问题的回复 那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呢 在语言模型预训练的时候 实际上它学习了非常多 因为在预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它就是学 哪一个字后面会怎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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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直做Nest Token Prediction 所以接着呢 大量的资料训练进去以后 它就某种程度上学习到语言里面的一些 Language Prior 意思就是说 这个语言 哪一个字 比较容易接哪一个字 它全部都是这个模型有model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刚刚的这个例子 台湾现任总统是 后面的这个 要出现的这个Token 其实呢 就是因为 在pre-training的data里面 当时它的distribution 台湾现任总统后面接的 大部分其实都是蔡英文 所以呢 它把这些东西训练进去之后 出现这个Token的几率 是不是就会一直被它拉高 所以呢 训练完了之后 你现在把这个input放进去 它到了这个时间点 自然而然后面的distribution 它就会伸出蔡英文 当成后面的那个Nest Token 那就是因为 它当时pre-training的data里面的 这个knowledge 实际上就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 它其实已经outdated了 那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 我刚刚讲说 我好朋友是护士 然后呢 这LM呢 它就会有 比较 比如说比较高的几率 generate出 女部的它 比较低的几率 generate出 人部的它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在training data里面 大部分的护士 真的都是女性 所以呢 看到护士之后 出现 女部的它的几率 是比 人部的它的几率 来得更高 那这个呢 就是pre-training data的 这些distribution 会在generated generation的时候 就是你在inference的时候 被用到 所以当你想要使用的 这一个distribution 跟pre-training data distribution 是不match的时候 其实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呢 你有可能想要使用的情况 它不是一个 原本data里面的 符合大众的distribution 所以你才需要透过 additional的这个context 在透过retriever的方式 得到一些additionalcontext 然后在generation的时候 喂进去 让它可以因为有 比较多的context 然后在这一个 在跟你原本的这个input 接在一起 能够影响到这个模型 后面伸出来 对应的一些token的distribution 会因为你前面多加上了 retrieve的这些information 而进行一些改变